你知道在海里怎么洗澡吗 又到了美洲给小窝洗澡的时候 一提洗澡 小窝就瞳孔放大装杀虫了 回回都跟要杀猪似的不配合 海绵宝宝为了这事那是操醉了心 先是准备用新买的玩具引诱 心想想愣出去自己飞了回去 但折毁的新型玩具小窝啥也不是 主要连盒子都能折毁 只是还以小海绵后脑海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告诉小窝查杀树再不去洗澡 你饲养员我可就归息了 求你了 小窝那惩得几眼了 哪有那么好户呢 小海绵开始从心理暗示入手 刚才的鬼玩儿好选把他自己送走 好说好伤着你不干 那就只能来点狠的了 小海绵直接给蜗牛餐厅摇电话 记忆把小窝送上餐桌 最后妖狐对面说话太垮 语言不通而失败告终 这招不行咱就玩跳山羊 轮到小窝跳的时候 老海绵店的一个老汉不肯定 成功干碎了小窝的外壳 早没洗澡还带了一身伤 再玩跳山羊脑瓜给你敲漏他 拐弯抹角不好使 开始简单粗暴 谁洗澡我给谁十块钱 有钱的地方就少不了谢老板 通过以上片段不难看出小海绵已经疯了 给孩子累得一脑瓜的汗 接着小海绵又cosplay海盗 打算在波罗屋里寻宝 图上清晰标注财宝所埋的位置 好奇心挫碎 小窝终于上钩了 看来还是财宝的诱惑大 距离给小窝准备的洗澡石子 还有四十步 小海绵小心谨慎一步三回头 像极了我忽悠傻猫洗澡的样子 实际上二十来步就到门口了 一打开门里边果然有个大大的藏宝箱 小窝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疑惑 这欺负我没见过洗澡盆吗 小海绵脑洞大开 装眼巴西啊 告诉小窝鱼子就是宝藏 这还有个塑料小鸭子 都到这一步了 小窝还是不进去 小海绵终于忍不住 耗起来就往里蹦 这窝你要多少有点沾边来 胳膊都闷错筋了 咋蹦都蹦不出去 我这一看小窝也是练不死你呀 气得海绵宝宝小宇宙爆发 用出大便干燥拉把的力气 没成想穿过楼上 直盖锅楼屋最高点 切换到第一视角 属实有点空高 终于到了小窝 报仇雪恨的时候 经过之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小海绵决定既然你不来 那我就带着洗澡水去找你 凭着自身优势 把双眼眠的用途发挥到了极致 轻松拿下一水缸洗澡水 小窝正在客厅看书呢 只见一个巨型海绵僵尸步步逼近 深吸一口气 一口洗澡水 中间还夹杂陈年老坛 第一回合小窝轻松走过 目的都这么明显了 傻子才上当 我怀疑小海绵年坛里有洗洁精 要不这些盘子不能算得这么干净 一次又一次水都快喷没了 最后还是让小窝的人间的给淘了 小海绵也上了梗劲了 今天不给他搓起了两斤酸 事不罢休 突然头顶的横条上传来小窝的叫声 这小崽子只要是上去下不来了 这么好的机会 小海绵手拿拔架 信心满满的 一口吐出最后一波洗澡水 飞了这么半天的劲 结果上边就是个蜗牛形状的流声机 小海绵没带隐形眼镜 形子喷得太实际 给小窝的皮搓掉了 直到梯子被小窝挪走 他才反过来味儿 小海绵越捺 小窝就越对的来 哎 你让我挪回去我就放倒 气得小海绵 搬出主人的身份哼的小窝 吃我的助我的 值不知道啥就寄人篱下 不这么说还好 一说小窝更有逆反心理了 干啥啥不行 气人第一名 不光不洗澡 还奔着一滩臭泥走去 小窝疯狂在挨揍的边缘试探 没想到下一秒 小海绵悲剧了 一倒瓜子从上面折下来 不偏不倚 直勾勾的正扎进这坛臭泥 影片最后 俩人身份互换 变成了小窝 看着小海绵洗澡 好了 影片到这儿就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咱还理起的哪蚊子的澡呢 下期还想看北面讲什么 欢迎评论区积极投稿 接俩 送客 观音走好 欢迎讨论区积极投稿